1等於mc平方是錯的 聽起來很聳動對不對 有點語不驚人死不休 不過呢 不是我們講的 這是很多現在的物理學家這樣宣稱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量子超級英雄 我是理論物理學家 清廷老師 理論物理讓你預知未來 大家好 我是實驗物理學家 Zio老師 實驗物理帶你開創未來 今天我看我們這個封面 我一看就很有意見 1等於mc平方 上面居然打個大大的叉針 這是什麼意思 是錯的 大家覺得超聳動的吧 1等於mc平方 應該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方程式 你看它還曾經擺在 我們那個台北101 打的燈光上面 那時候是為了要紀念 2005年世界物理年 就是紀念愛因斯坦的這個狹義相對論 奇蹟之年 100週年的紀念 叫世界物理年 我們現在也要廣告一下 這個2025年就換成國際量子年了 這個就是紀念這個量子力學 海森堡的這個量子力學理論 也是100週年紀念 應該又會有很多慶祝的活動 對 到時候101上面會不會在秀什麼 宣格方程式 塞得下嗎 有點難 好了回到今天的正題 1等於mc平方是錯的 聽起來很聳動對不對 有點雨不驚人 死不休 不過呢 不是我們講的 這是很多現在的物理學家這樣宣稱 包括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美國費米國家實驗室 官方頻道上面的影片 這一位呢 是Don Lincoln博士 他有參與過發現垮克的實驗 是正牌的物理學家 你看他這個影片上面就寫的 Why e equals mc squared is wrong 來括號 Really 哎呀 這個這年頭啊 正牌的科學家 也是要玩這種聳動的農場標題 好 所以我們這邊要討論 為什麼他覺得1等於mc平方是錯的呢 好 來 前行回顧 就是要廣告一下我們自己的過去的影片 因為這幾支收視率都很大 你怎麼說這種大實話呢 來 我們前面在聊 就是超高能宇宙射線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 這個宇宙射線啊 在理論上有個上限 因為這些宇宙射線 會跟宇宙背景微波 產生交互作用 好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講到 根據相對論 你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有一個叫做 GZK極限 就是它能量的上限 就是名字太長 大家都不曉得把它完整唸出來的 我們今天當然不是要真的要去算它 這個我只是要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這個會覺得 你在算的時候應該有用到 1等於mc平方的概念 對啊 那1等於mc平方不就是這個質量會變成能量嗎 或者是能量也可以變成質量嗎 沒錯 所以看一下它的這個過程就是說 我們宇宙射線大部分都紫紫嘛對不對 那如果它吸收到一個這個光紫 就是宇宙背景輻射的光紫的話 它最後這個紫紫要嘛就是還是個紫紫 變再加上一個 拍零粒子 沒錯 那這不就是 從光的能量轉變成了一個粒子嗎 沒錯 質量的粒子 直能互換嘛 所以怎麼看 這是一個好用的概念嘛 重要的概念嘛 你居然說它是錯的 這怎麼回事 來還沒有完 又是一個前行提要 前面我們在講宇宙射線 之所以要講它 是因為有一個發現 最近的發現 就是天造大神粒子 天造大神粒子那時候多聳動 你看新聞標題上面講著 一刻的天造大神粒子 它的能量就足以 摧毀地球 我們前面有講過 廣告一下 然後我們也有講過 當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Made雙人組的阿文老師 立刻就吐槽 他超愛吐槽 對啊 無所不吐的阿文 他就說 這個一刻啊 到底是禁止質量 還是相對論性質量 他立刻就這樣的吐槽 好 所以呢 來 今天的重點 我們有兩個問題 擺在我們眼前嘛 好 第一個 如果1等於mc平方是錯的 那到底什麼是正確的 還有一個就是 剛剛問阿文老師口中的 禁止質量 這個rested mass 是什麼意思 好 相對論性質量 那個 re relativistic 字音節太多 相對論性質量 也是有點 念起來有點囉嗦 好 這個又是什麼東西咧 其實這兩個問題是相關的 對 那為了避免我們經常被觀眾抱怨 就是每次在那邊東大西的 講一堆有了沒的 關子賣太久 今天就先講結論 先講結論 來結論是 如果你接受相對論性質量的概念 那1等於mc平方是對的 如果你不接受 不接受就跟剛才的這個 Don Lincoln博士一樣 你看他在影片中 自己就講說 相對論性質量不是真的 你說他不是真的 當然就是不接受他啦 你不接受他 那1等於mc平方就是錯的 好 那這個怎麼回事呢 來結論已經講完了 讓我們回頭去看 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講故事的時間了 來 相對論的神奇性質 相對論的神奇效應現象 各位喜歡科學的觀眾 音令都已經以前都有耳聞了 幾個有名的 其中一個就是長度會收縮 運動起來的物體 它的長度會縮短 這個 這個是在荷蘭萊頓室上面的壁畫 萊頓室就是萊頓大學的所在 然後有個重要的科學家 就是勞倫茲在那邊任教 為了紀念他 為什麼呢 因為相對論裡頭 有一個重要的勞倫茲因子 就是這個伽瑪 伽瑪 大家看一下這個數學式 你就知道這個速度 如果知道了 那你就會伽瑪 就決定出來了 從這個數學上面可以看出來 這伽瑪或是落在1到無限大 這個範圍內 那它就是 相對論裡頭 長度縮短的那個縮短的倍率 你可以這樣看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伽瑪的定義 就是這個 根號1-這個就是速度佔光速的幾% 沒錯 百分之幾 然後再取平方 分之一 沒錯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如果速度是0的話 那伽瑪就等於1 那或者是速度比起光速很小很多的時候 其實伽瑪都還是非常接近1 沒錯 但是當速度開始非常接近光速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會開始接近1 那分母就會越來越接近0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圖 那這個如果是阿文老師來 他一定會戲稱 這個勞倫芝是我們祖國的偉大科學家 OK 那是荷蘭科學家 那荷蘭我們就要說 我們跟他 我們以後把荷蘭納入我們的版圖好了 好 來 所以剛剛講的長度縮短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 在很多科幻片裡的都會拍出來 比如星際效應對不對 對 時間膨脹 那個時間膨脹的倍率 也就是剛才的勞倫茲因子 那個γ 所以剛剛講到了 如果你真的去算這個式子 它的函數形式的時候 你會看到就是剛講到的 這個光的光速C 然後你的速度如果越來越大 逼近光速的時候 這個效應才會變得明顯 勞倫茲因子才會變大 如果只有50 光速的50% 光速的50%已經很快了 對 每秒鐘15萬公里 沒錯 可是這個效應還是不明顯 你看要到了接近90 接近光速的99% 才會變成γ會從2.2再變到7.1 所以你這條曲線你看前面就很平 但是後面就跳得很快 對 像我們剛剛講到那個天造粒子 因為它的能量是244個EXA EV 對不對 我就回去算了一下 好 那這個東西它的 由它的能量回去算出這個γ 然後再算出它的速度 哇這個不得了啊 那個是它是光速的0.99999 幾個9呢 23個9 對啊 0點後面23個9 所以真的是已經非常非常接近光速 畢竟光速了 好 然後呢 來 今天的重點了 剛講到的長度收縮 收縮 時間膨脹 大家都耳熟能詳了嘛 對不對 那重點是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你有時候會聽到 我們會講說質量增加嘛 這個質量增加 其實就是這個式子告訴我們的 我們的勞倫斯因子乘上靜止質量 就是相對論性質量 來看一下 如果把它寫成速度跟光速的組成的時候 是寫成這個樣子 所以你會聽說過 物體的質量會隨著速度的增加 而增加這樣的講法 這就是質量增加 那這個講法非常方便 雖然有點問題 可是我們承認吧 我們物理學家也是會有時候會這樣講 其實我們在交相對論的時候 欸蠻多老師喜歡這樣子的交法 因為我們就是講嘛 這個例子 不管你怎麼加速它 都沒有辦法超過光速 那就要問你為什麼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因為你用一個力量去推嘛 那你越推它速度越快 然後它的質量就變大 質量變越大 你就越難推嘛 就很難加速 那到這個真正接近光速的時候 質量已經接近無窮大了 當然也是推都推不動 好 所以呢很多科普書上面 就是用這個講法 這個科普書當然我就要廣告一下了 來 腦洞大開物理學 這是我幫忙審定的一本物理書 這種書找徐老師來審定 真是找對人的 平常就是腦洞大開的物理學家 舉例就是有一隻小狗跑得飛快 越跑越快 它的質量就越來越大 有跑這麼快的小狗嗎 開始然後100公斤 10噸100噸 那你家的天竺鼠跑起來也是質量會變這麼大 會增加 那你那個菜就要買不完 對 好所以你看這是科普書籍會用的講法 你會講說科普書籍嘛對不對 我要給大眾知道 來 我就要講出一個名人了 20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的費曼 不然很多人會罵 太多了 像個世紀的偉大的科學家太多了 好費曼 費曼他寫過他的費曼物理學講義 哇經典中的經典 OK 這是美國版的 我們台灣版是長這個樣子 來 在其中的第15章 到16章是講相對論的 我們看他這怎麼講的 他說真的是這樣講 物體的質量會隨著速度增加 在愛因斯坦修正後的公式 就是修正牛頓的公式 你看到這一個式子 就是我們剛剛列出來的嘛 就質量增加嘛 M是相對論性質量 M0就代表靜止質量 你看到連費曼都這麼講嘛 費曼之所以這麼講 就是因為他這個理論上 他是要教大一大二的學生 要給他們概念 所以就這樣講 好 那為什麼科普書籍和費曼 在他的物理學講義都這樣講呢 就是呼應了 剛才青年老師講到的嘛 這個概念很容易讓大眾理解 還有像大一大二的學生理解 你用這個方法 我們東西就推不到光束嘛 因為質量變大了 質量變大了你就很難推 很難推 甚至你逼近光束的時候 質量會趨勁無限大 就告訴你 你到不了光束 服了光子 那這個閃電俠就會說 我跑越快的時候 我的身體就越變越重這樣 對啊 越來越跑不動 就覺得我被嚴重的吐槽了 我其實是到不了光束的啦 其實他在有一些作品裡面是超光束 真是 完全回反 吐槽吐不完 好來 那在歷史上面 最早提出相對潤性質量的概念的人 應該是Torman OK Torman 其實我們以前有提過 不過我相信應該大家都不記得 一話廣告一下 來 我們前面在講Oben海默極限的時候 有提過它 Oben海默極限是我們習慣用的中文名稱 其實一般來說是講它叫做TOV極限 那當然是三個科學家 O是Oben海默 那我就求T跟V這兩個的心理陰影面積 完全被忽略的兩位 那T就是這邊的Torman OK Torman其實也是很厲害的物理學家 你看到他跟艾茲萊的合照 他也是很厲害的物理學家 可是上個世紀厲害的物理學家太多了 Torman他提出了相對潤性質量的概念的時候 他左眼的好處是 如果你採取這樣的概念 你看到這個M 如果他是隨速度而增加的一個質量 你再寫出古典的牛肉力力學 給你的像動量公式 動量公式P等於MV 這是我們中學的時候就有學過的 高中就有學過的 這個世紀可以一模一樣 不用變 所以就很方便 當然不只是這個 所以在很多地方 世紀保持不變 因為物理學家通常有一個 共通的特性就是蠻懶的 那就是只要能夠少寫一個符號 我就希望少寫一個符號 嘿啊 所以Torman提出這個概念 可以有很多方便的地方 但是 but 嘿啊 物理學家也是要會講這個but 這個最重要就是這個but 連 愛因斯坦自己都不怎麼買單這個觀點 他自己都不怎麼喜歡相對潤性質量的觀點 這是愛因斯坦寫給他朋友的信在哪一年 1948年寫的信 這個信 這是愛因斯坦的筆跡 寫的是德文 其實我看不懂 不過有人把它翻譯成英文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說 對於一個運動物體 不以引入無法清晰定義的質量概念 有沒有看到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就是這個式子 信以後這個式子 雖然筆跡很少看不懂 不過至少這個式子可以看得懂 你看這式子寫法 雖然他的代號這邊是用大M 不過你看大M等於M 然後他其實是乘上的輪子因子 所以他是說我們最好只引入靜止質量 剛才靜止量我們是用M0 不過他這邊直接就是M 好 所以概念上面就是貨硬高剛才講到的 他說我反對 不要用相對潤性質量 不過我要吐槽一下愛因斯坦 是 他說沒有清晰定義 這定義超清晰的 怎麼會沒有沒有清晰定義 他的概念應該 我覺得他只是不喜歡而已 好啦好啦 他就覺得呢 這個的物理上面的感覺不好 好啦 我們等一下講兩回 因為我們講質量是講物體的量有多少 你這個同樣的一坨東西在那邊跑 這個物體的量應該是一樣多的 來來來來來我們今天再講 為什麼感覺不喜歡 不只是愛因斯坦喔 連這一位 這位是超重量級的物理學家 那個黑洞這個名詞被大眾理解 其實這個就是因為惠蔓 惠樂 惠樂 不好意思惠樂 在很多場合上提出來 惠勒 好 惠勒 當然還有一個另外一個身份 他就是費曼的老師了 就是他的當年的指導教授 然後被費曼整得蠻慘的 好了惠樂 寫過一本經典的相對論的教科書 就是這一個 Space Time的Physics 好 在這個經典的相對論教科書裡 他擺明著這樣講 他說相對論性質量的概念 是很容易被誤解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不用他的原因 在這本書 他就避免使用了相對論性質量的概念 好啦 所以你看到 這個老師跟學生還不一樣的意見 好來 那我們就要剛才講到了 為什麼愛因斯坦 為什麼惠樂這樣的物理學家 不喜歡相對論性質量的概念 因為我們物理學家 超愛不變的東西的 不變的東西 在解決物理問題上面 很方便 而且很美啊 OK 在相對論裡頭 有所謂的勞倫之不變量 大家喜歡相對論 就有聽說我們是把時間跟空間合在一起講了嘛 我們以前覺得時間跟空間是獨立的 現在把它合在一起講 那就是說4度時空 大家都應該有聽過吧 我有聽過 6度時空大水怪 好啦 所以3度空間長寬高 再加上我們的時間 所以就是4度 所以我們講到四維向量 用四維向量的概念來描述 我們相對論下面框架上面的看事物的座標 好 那這個四維位置向量是寫成這樣子 那同時動量也是 動量包含能量 你也可以寫成一個四維動量 那剛講了 這個就可以延伸出所謂的勞倫之不變量 這些四維向量的內積 這個數學做一下內積 你就可以看出來 如果你把四維動量去做內積 你就會得到這個結果 這個後面這個就是一個不變量 不變量剛講到了 其實就是一個 不管你在哪一個座標系 你的觀察者看到的量都是一樣的 你看到前面這個 1它會隨著你的觀察者座標不同而不同 p也會不同 但是他們做這個運算之後 得到了這一個m²c²是不變的 那當然在禁止的時候 它的值就是禁止質量 但是在別的座標系上面觀察 如果你一樣用這個計算式去算 你得到的這個m還是不變的 所以這個m是禁止的時候 動的時候也是 所以我們乾脆就不把它叫做禁止質量 它就是一個不變質量 這個就是說能量裡面有γ 動量裡面也有γ 但是你做了這樣子的計算 也就是剛剛講的四微向量的內積之後 內積出來的東西裡面就沒有γ 對 那在相對論裡面 會隨著不同的觀察者而改變的 就是那個γ 其他的就是一個不變的東西 沒錯 所以前面這些就是相對論 為什麼各個觀察者看到會不一樣 它的根源 那不變的東西是它的中心重點 像光速不變 像質量不變 是在做這些作標轉換的時候 要注意的關鍵事 對對對 我們看到的 我們運動速度不同的話 看到東西的長度會不一樣 我們那個表時間走的速度會不一樣 但是這個東西就不會不一樣 結合起來 這個四微向量內積是個不變量 所以大家對於不變量超在意的 所以來吧 來 所以 柯南不只要代言咖啡 要來代言一下了 來 埃斯坦 會了 當代很多物理學家會說 質量只有一個 這個真相只有一個一樣的氣魄 質量只有一個 就是剛才的不變質量 質量是個不變量 所以以後就不需要再講什麼 禁止質量啊 運動中的質量啊 就是反正質量就是質量 就只有一個 可是你說也有很多物理學家的代表 可是也有很多物理學家 並不是採用這種說法 沒錯沒錯 都有都有都有 好所以來回囉 就有兩派喔 兩派回到1等於mc平方 這個式子 所以剛講到了 如果你接受相對潤性質量 這樣的概念 你的質量有兩個 一個就是相對潤性質量 一個就是禁止質量 這有兩個就好像功能心意有兩個 所以真相只有一個 但是柯南有兩個 這比例算有點怪怪的 好了 所以呢 就是觀點 1等於mc平方 這個寫法應該是ok的 因為它這邊的m代表的是 會隨時速度改變的 那個相對潤性質量 OK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改寫成下面的形式 就是1等於γ乘上m0c平方 ok 所以這個我們就知道 為什麼一開始那個 費米實驗室他講說 1等於mc平方是不對的 顯然他是主張 沒有相對性質量的那一派 他說沒有什麼mm0 m就只有一個啦 所以我們來看下一張 來 如果你不接受相對潤性質量的概念 就剛剛講到了 沒有什麼m和m0 相對潤性質量是不是真的 質量只有一個 那個m是一個不變質量 它的大小剛好就是靜止質量 所以m0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捨棄就只有一個m 所以1等於mc平方的寫法是錯的 你要寫成1等於γmc平方才是對的 好 所以根據我剛剛講的物理學家 都很懶這個定律 其實也還好 因為這邊我們就被迫 等要寫這個γm 但是就不用寫m0的0 好了 所以剛剛講的這有兩派 真的 雖然近年來 越來越多的物理學家 就提倡不要用相對論性質量 因為比起偷懶來講 大家還是比較喜歡不變量更多一點 對 大家覺得那是重點 那個是美 但是史丹佛大學有做過調查 雖然調查到2005年 不過已經有夠的 足夠的量 這個取樣來看 他是說如果我們去查那些物理相關的書籍 沒有用到相對論性質量的書 跟有用到相對論性質量這個概念的書 你看它這個筆值 基本上有用到的還是比較多 到了2005年 還是將近有三倍左右 有用到相對論性質量這樣的概念 但是到了最近 還有論文在討論這個問題 還有在出 你看還沒有吵完 吵得完沒了 所以物理學家對這個問題 概念其實是有點分歧的 好啦不過我倒覺得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話題 當然最後我們就要來講一下 根據梗圖的概念 1等於MC平方要怎麼解釋呢 這個網路梗圖 根據這個梗圖的話 我們物理學家的能量的由來是什麼呢 是牛奶乘上兩份的咖啡 1等於MC平方 牛奶加咖啡不就是拿鐵嗎 來來來來 我們就來個拿鐵吧 不過愛因斯坦會不會跳出來揍人呢 1等於MC平方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 今天的話題到此為止 1等於MC平方 到底是對還是錯的 就看各位的觀點囉 還有的吵 好那我們就 下次見囉 如果還是要提醒大家 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掰掰 完結 1 1 2 2 2 4 2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